The Vismin Merchants Amity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 held the celebration of its 46th founding anniversary and New Year Party. 菲律宾南岛贸易商联谊会举行庆祝成立46周年 即会员青春联欢大会。 2024年1月4号晚,菲律宾南岛贸易商联谊会 假作世纪海鲜酒家举行庆祝成立46周年 即2024年会员青春联欢大会 菲华友好社团代表、嘉宾等应邀出席盛会。 理事长蔡成辉担任大会主席,她在致死中表示 过去三年里,面对疫情和自然灾害 各行各业严重衰退。 菲律宾南岛贸易商联谊会全体同仁 面对逆境和困难,同心协力,守望相助。 展望未来,南岛贸易商联谊会同仁 将继续积极投入工作,努力发挥桥梁作用 促进非中经贸发展,增进非中人民友谊。 她同时感谢全体同仁对她的支持和信任。 在新的一年,她将尽心尽力发展会晤,不负重托 愿同仁们在新的一年,精诚团结,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该会永远荣誉会长吴申谋大律师, 何飞华商联总会理事长施东方博士等先后训会。 执行副理事长陈瑞仁致谢慈,黄景仓许新伟担任大会司宜。 联会大会进行了聚餐,住酒,抽奖,以及娱乐节目表演。 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 联会大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